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要有微服 技术为业务而生 架构也为业务而生 随着业务的发展 用户量的增长 系统数量增多 调用依赖关系也变得复杂 为了确保系统的高可用 高并发的要求 注意这两个关键字啊 高可用 高并发的要求 系统架构也从单体时代慢慢嵌移至服务SOA时代 这就叫面向服务架构 这叫面向服务架构 SOA 那么根据不同服务对系统资源的要求不同 我们可以合理的配置系统资源 使系统资源利用率最大化 那么这整个这张图 整个这张图就类似于一个时代的变迁这种感觉啊 就是这个时代的变迁这种感觉啊 最早的一代都是叫单一应用架构 也是我说的这个单体应用结构啊 单体应用结构 那么当网站流量很小时 只需一个应用 将所有功能都部署在一起 以减少部署节点的成本 那此时呢 用于简化侦查感查工作量的这个数据访问ORM是关键 那也就是说最早的时候没什么访问量 对吧 这个互联网还没有像崛起到今天这个样子 用的人也比较少 那么我们就构建的就是这种单体的应用架构 那整个的关键呢 就是靠这个对象关系映射 是什么HubNet啊 什么MyBetis啊 这些东西就在那个时候崛起的 在那个时候崛起的 那么All-in-one 这里写的All-in-one 也就是说所有功能都放在一个项目里面 这是最早的时候 后来呢 访问量慢慢增大了 慢慢增大了 互联网慢慢渗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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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家万户 对吧 但它的这个过程啊 然后单一应用呢 增加机器带来的加速度越来越小 将应用拆成互无相干的几个应用 以提升效率 此时用于加速前端页面开发的web框架MVC是关键 好 也就第一代的时候数据访问是关键 数据持久化框架啊 数据持久化关系映射是关键 第二代的时候叫垂直应用架构 那为了加快web端的这个开发 前端的这个啊 开发 于是MVCmodal View Controller 应用而生 那么就进入第二阶段了 这就是什么 垂直应用架构啊 到这个阶段了 再往后 垂直应用架构越来越多 应用之间交互不可避免 将核心业务抽取出来 作为独立的服务 逐渐形成稳定的服务中心 使前端应用能够快速的响应多变的市场需求 此时用于提高业务复用及整合 那分布式框架 RPC是关键 那么到这个时候就到分布式了 这个时候属于分布式架构啊 就分布式部署那种概念的啊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最重要的就是 这个叫做远程过程调用 远程过程调用 RPC是关键 那这个时候大量的RPC框架就应运而生 那有 有 这玩意到这一步的时候 有什么有什么意义呢 有什么意义呢 这个时候呢 就等于是把MVC的这种项目 一个一个抽出来了 一个一个抽出来 而不是原来的all-in-one那种模式 那所谓all-in-one的概念就好像 你比方说你就说那个京东 京东 它如果all-in-one的话 就是说你用的什么白条啊 对吧 什么购买啊 购物车啊 什么下单啊 查询啊 这所有功能你看到的京东里面的 所有功能都在一个项目里面 就是我们之前开发的那种那种模式的 那这就是all-in-one 那到后面的时候 它变成垂直了MVC 那就可以这个时候就可以怎么样 这个时候就可以这样 就稍微 稍微拆分一下 稍微拆分一下 那么整个前端就用MVC模式 而且京东最早的时候 它是DoNet架构 它都不是现在这个Jawa的 它之前是Donet的 它为什么Donet呢 因为它当初做这个 它是叫什么 它是家用电器那个电商起家的 它是做家用电器起家的 它当时没想到市场那么大 能做那么大 所以到当时选型的时候 选语言的时候 选平台就选了Donet 后来随着它这个业务量不断扩大 然后就转型 还是转回到Jawa上面去了 那么到现在呢 就等于说是 它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架构演变的例子 架构演变的例子 最早的时候Donet它all in one 后来呢 随着业务量增加 它也MVC 再后来呢 业务量更大了 它就开始搞分布式 那到了分布式这一块呢 就等于是 你比方说白条是一个系统 对吧 然后它后面可以 还有结算系统 然后商家要入住 还有个入住系统 对吧 它这种各种各样的系统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之间的这个通信 就是说我的商家的这个结算 和商家系统 就商家结算系统和商家系统 商家入住系统啊 两个啊 商家入住系统和商家结算系统 以及这个商家的一个什么管理系统 那么这三套系统之间 它可能有一些互相调用的关系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 怎么通信呢 那么在这个时候 它采用的是分布式服务架构 它就必须要使用RPC 必须要使用RPC 那么在分布式架构这个阶段 REST副风格 还没有流行起来 就那时候还没开始流行REST 没有流行REST 好 那么再往下 再往下 当服务越来越多 容量的评估 小服务资源的浪费的问题 逐渐显现 此时需要增加一个调度中心 基于访问压力实时管理 集群容量 提高集群利用率 那此时利用提高机器利用率的资源调度和治理 SOA 那么这个时候 就是因为服务越来越多 面向服务架构的概念 这也是个概念 面向服务架构的概念 就被提出来了 那这又是一个阶段 这又是一个阶段 这等于是我们微服务架构的上一个阶段 等于是这个意思 是我们的上一个阶段 在这里 它这里能看出来 这比方说all in one的时候 2M阶段的时候 它可以部署个 你看这集群 cluster集群 部署个一到十台差不多了 再大就有点难控制 然后MVC呢 能部署个十到一千台 RPC呢 能一千到一万台 面向服务架构之后 就一万加 就这么一个概念 好 那么这就是到这一层 这一层啊 所谓的流动计算架构 就是SOA 那么 平台随着业务发展 从all in one环境 就可以满足业务需求 以加外来说 可能只是一两个挖包就解决了 那么我们也知道 我们之前写的代码确实是这样 打个挖包 往Tomcat里一放 是吧 就启动起来了 没什么好说的 那么一直到发展到 需要拆分多个应用 并且采用MVC模式 分离前后端 那么我们的这个前后端的分离 也是用的MVC 可是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分离 包括现在的这样 这种H5比较火 VUE 那个VUEGS 比较火 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前后分离 那么 为了加快开发效率 就是为了加快开发效率 那再发展到服务越来越多 不得不将一些核心或 公用的服务拆出来 提供实时流动监控计算等 那其实发展到这个阶段 如果服务拆分的足够精细 并且能够独立运行 这个时候至少可以理解为 面向服务架构 那也就是说和我这个V服务架构呢 说白了它两个非常像 非常像 那比方说商家入住 我就把它当成一个服务 那么我就会对它 专门做一个架构 那这个架构也许 也许啊 这个商家入住 还是一个all in one的项目 但如果你要是再把它力度 搭细一点的话 那么整个商家入住 这个模块或者这个项目 又能拆分出很多个项目 独立部署 独立运行 那么到这一段 就算是 这个面向服务架构了 就算是面向服务架构了 好 那么这就等于是一个 这张图就是说了一个 从最原始的啊 all in one的项目 一直到今天的项目的一个 发展过程 它为什么要这样发展 其实总的来说就是 就是这两个关键字 高可用高并发 就是为了满足这个东西 以all in one的这种效果来说的话 你想扛得住一击并发 是不可能的 是不可能的 所以要演变 这就是一个架构的 一个简单的演变历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